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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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时打火鍋的肉片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今次我们用它来做一个味噌肥牛当饭 再配一些蔬菜加少少调味 简简单单就做出一些很好味的日式料理 首先我们将西兰花切粒 洋葱切丝 红萝卜切滚刀块 然后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老抽、日本米酒、蠔油、味噌、糖、黑胡椒粉拌匀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平底锅 加入牛油加热煮肉 之后放入洋葱丝 萝卜炒三分钟 接着落地再加上汤和调味醬汁加热煮 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牛肉 好了,现在我们加入西兰花再煮一分钟 然后将它继续加热 之后拿出来 再将收汁的牛肉放入碗里面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葱花做装饰就完成了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葱花做装饰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APP HAPPY COOKING 本集结束 遭受你 啥 碎 很油 輕易 稀出来 小胆 稀出 又